我们现在进入单元室 时间与时刻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传统节日 什么 中秋节 我们中秋节是看那个 月亮的 OK 不是看太阳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农历 农历 8月15是中秋节 然后是山丘的一半额德明 冬至是二十次节气中的一个期节 也是华人的传统节日 所以我们有功利跟农历 农历就是看月亮的 OK 然后冬至 冬至的时候我们是汤圆 OK 从中秋到冬至有多少天 每年的中秋节的冬至都会落在功利的同一天吗 不会在同一天的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这一个 它是9月21日是中秋节 然后12月21日是那个冬至 大概九十天了 这样 然后我们国 我国华人的传统节日 还有新年 然后清明 然后端午节 这些故事自己去找来看一下了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要找相隔时间 然后那个2019年9月14日早上8点 到第二天下午6点结束 然后它经历了多久 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总共一天 然后早上8点到12点4个小时 12点到6点6个小时 总共合起来是10个小时 所以它历时一天10个小时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2020年2月28日到2020年3月1日 2020年呢 它是属于论年 然后论年它就有29天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它从28号到29号 然后一天 29到1号 一天 然后1号的11点25到3点25的时候呢 12点 1点 2点 3点 4个小时 所以它是2天4小时 2020年是论年 然后因此2月有29天 4年一论 百年不论 400年再论 所以平年的2月份有28天 然后年天数为365天 论年的2月份有29天 然后一年有366天 然后我把年份除以4的时候呢 没有余数就是论年 然后除100 然后却不是400的倍数呢 它就不是论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看我的这个1900年 我除400的时候呢 它有余数 所以它不是论年 可是2000年的时候呢 我再除以400 啊 这个就是论年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这一边 从国庆日 马来西亚日 有多少天 所以8月31到9月16 然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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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6 16天 啊 再加上自己17天哦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算那天 1 然后再加16 总共有17天 总共有17天 好 然后1月15日到4月18日有多少天 15到31日的时候呢 你就用自己用手指来算 然后或者是你就心里想啊 15 16 17 18 19 然后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所以他总共有24 17天 他总共有17天 这边17天 然后他另一种方式呢 是拿这个来减这个再加1 ok 日期的话呢 几天的话呢 我们是拿结束减开始再加1 你看这边你要注意 他必须加1 ok 因为他要包括他自己哪一天下去 ok 结束的那天跟开始的那一天 他要写下去 然后2021年2月有28天 3月有31天 1号到8号有8天 ok 这个8天我怎样得到的呢 他是8减1加1 然后他就会变成8天 所以总共有多少 所以我们在这边 刚才那个31-15 然后加1的话呢 然后是17 然后你不懂的话 你就算手指 ok 或者是像我这样list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哎 总共有17天 所以我的17 加28 加31 再加8的时候 他总共有84天 所以他答案是84天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计算时间 好 计算时间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一边是这样 然后他说 呃7月13日4pm到7月14日10am 总共几个小时 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画一条数目线出来 然后我们的4pm到他的那个新的一天 那一个12 呃 midnight ok ok 12 midnight 就是说他是00000时啊 00000时 ok 就这个是14号 这个是13号 然后14号他到10点am的时候 10am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在这一边 他4点到12点 这个是2400 0000010 他其实也是240010 这个是160010 ok 我们要做这一种加减的时候 我把它换成24小时计时法 会比较容易 这个是10001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来这一个 这一边 这一个来这一个呢 24-16 然后他这一边是8小时 ok 然后这一边呢 是10小时 所以我的这一个 8加10 就直接18了 所以他总共有18个小时 所以他的答案是18 小时 ok 好 来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24-16 然后我们这边拿到8小时 然后 0.0 那边 他会变成了10小时 所以他合上来总共有18个小时 然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这一边 7月13 7月14 7月14 可以 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 那个 来 9月29日 09-15时 到 10 30 然后 09 1 50 然后 我的 30 然后 到 31 没有31 1号了 直接1号了 10月1号 10月1号 到 10月2号的 09 150 ok 这一些呢 就 会是 呃 这一边这样就有3天了咯 这一边 3天 所以在这一边他就3天了 这一边是1天 1天 1天 那这一边就总共呢 3天 然后 09 1 50 在这一边 这个是10月2号的 09 15 然后 到 10月2号的 05 15 10 09 15 05 15 哦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弄错了 这边他他不应该是 ok 他这一刻是 05 15 12号 然后 这个是这样 所以他这边到 00 15 10 9点 然后 这个是 0015 然后 我们就拿24小时计时法 24 减 9 然后他在这边有15个小时 15小时 然后 这一边是0015到0515 这边是5个小时 所以他总共是2天20小时 所以他答案是2天20小时 OK 嗯 我们 在这一边呢 我其实可以做我这样的东西了 24 度 加5度 15 分钟 减9度 15分钟 然后 然后他会变成20个小时 对 20个小时 对 所以他答案是2天20个小时 然后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好 第三题这一边呢 他的这个是这样 7月31号 到9月10号 他总共他31号这边自己一天 OK 所以我的 这一个 7月31号 这一边 他这一个 这一个 over 7 这个是一天 然后我的8月1号到8月31号 他有31天 然后我的9月1号到9月10号 他这边有10天 所以他这一边总共有42天 所以他答案是42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OK 好 这一个是2020年11月10日到2021年3月3日 总共有几天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2020年 然后11月10日到11月30日 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5月大6月小7月大8月小9月大 7月大8月大9月小10月大11月小11月小 所以我们这边30减10再加1 所以这边有21天 OK 这边总共有21天 然后我们的2010年 然后我们的2021年 有3天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就有21加3 1加3 1加28 加3 然后我的答案是114 所以它总共有114天 114天 好 114 这样就可以了 好来我们接着看第五题这一边 然后 然后它说端午节的公历日期是2019年6月7日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6月14日 它是在农历的5月初五 然后公历的它是不固定的 论业呢会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然后论业这种东西呢是蛮神奇的 然后它在那个什么农历 它就有论业这样的东西了 你注意看哦 你在你的人生中会经历过 有这样论 论一月 论二月 或论三月 论 就是说论一月呢 就是讲它那一年有两次的一月 可是我们 庆祝过年呢 我们就在第一次的那个一月 过年 它甚至会有论八月 然后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嘛 它第一次的八月十五的那个中秋节 我们庆祝 然后再多一次的八月十五 我们就没有再庆祝了 OK 然后21世纪最晚的三次端午节是2001年 2020年和2058年 嗯 OK 它说2019年 端午节到2020年端午节共多少天 所以六月七日到六月三十日 总共二十四天 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 然后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所以在这一边 七月一号 七月有三十一天 八月三十一天 九月三十十一夜 然后我们这一边就 七月大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月小 十月大 然后他这一边一月 2020年一月到那个 呃 那个五月三十一号 我们一月大 二月小 但是他是不是年还有二十九天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所以在这一边 他就三一加二九 加三一加三十 再加三一 然后他一百五十二天 所以这个是一百五十二天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 他就 是在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四 六月二十五 那边就二十五天 所以他是二十四加 一百八十四 加一百五十二 再加二十五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三百八十五天 总共有三百八十五天 然后第六个例子 我在2020年二月十五日到英国升到 我哥哥已经出国 现在他有讲现在是几时吗 哇 哇 这个这个题目他又没有讲他他现在是几时 除非我们是拿现在的这个热气 2021年12月24日 哇 这样就好多天哦 哇 这一个我们就当做到冰天 哇 哇 月池做这一题的学生不是要酷的那一种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2020年 然后 2月15 到 2月29 OK 2020年是论业 所以我的29减15加1的时候 它总共有15天 这一边还有15天 然后我们的这一边3月4月5月5月 啊 像我就不写月啊 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 OK 这一些每 在2020年的这一些月份里面 OK 我们总共有几天呢 3月大 4月小 5月大 6月小 7月大 8月大 9月小 10月大 11月小 12月大 大小 3月大 4月小 5月大 6月小 7月大 8月大 9月小 10月大 11月小 12月大 然后接着呢 再来我的这个2021年 现在是 现在是2021年12月24号平安夜 所以我们现在是以2021年 然后12月24日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这一边他就有31加30 31 1 2 3 4 5 6 6个 所以他是6个31 然后30天他有1 2 3 4 4个30天 所以他是306天 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1月2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 其实我我我我可以把3月开始的这一边就跑他这一边放下来了 然后1月有31天 2月有28天 1月大 2月小 3月大 4月小 5月大 6月小 7月大 8月大 9月小 10月大 11月小 4月小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然后过后呢我们的什么12月1号到今天是24号 总共有24天 然后我们刚刚这一边他31天呢有123 4 1,2,3,4,5,6,6个31天 30天,1,2,3,4,4个30天 然后它再加上28天 然后它是334天 哦,一年365天差不多要过完了哦 今天是2月34号了哦 然后我这边334加24 然后358 一年365天我们已经过掉358天了 然后我这一个365-358 所以我们今年剩下7天哦 对,就12月31号 对啊,OK好 所以在这一边它总共有多少天呢 它就15天加306天 再加这个334天 再加24天 它全部总共是679天 所以它总共是679天 好,嗯 OK 好,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练习 2019年8月9日到2020年5月3日 它总共有多少天 所以我的2019年呢 然后它是8月9日 然后到8月31日 然后我们这边就31-9加1 OK,所以它是23天 我们要算天了之后呢 我们必须点了再加1 所以这边有23天 所以这边有23天 然后9月 10月 11月 分12月 1月大 2月小 30 3月 8月大 9月小 10月大 11月小 然后这边是31天 然后这边呢 它就有30 加3亿 加30 再加3亿啊 所以它这边呢 总共有122天 然后接着这边是122天 然后我的2020年呢 我们这边有1月2月3月4月 然后1月大 31天 2月29天 31天 30天 因为它是论年 OK 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 论年 OK 所以它的2月有29天 然后我们这边 3亿加29 再加3亿 再加30 所以它总共是121天 然后 这边是121天 然后我们的那个 什么 5月1号到5月3号 这边是3天 所以它在这边我就有23加122加121 再加3天 所以我们23122 121 再加3 269天 所以它答案是269天 OK 所以它答案是269天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2的这第二题这边 好 第二题这一边呢 这一个是这样 它说 2015年11月29日到2016年3月25日 总共有几天 OK 我们的2015年 然后11月29日到30日 然后11月是小 然后它算是天 所以这边两天而已 2930日 你用手来比 你就可以算到2930日 两天 然后12月呢 有几天 12月有31天 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2016年 然后我的1月 这边 这边1月 有31天 然后2016年哦 2016年也是论年的 所以2月有29天 然后对吗 2016你看 2016除4 它能够被整除 所以它是504 它能够被整除的情况之下 它这一边 它是属于论年 然后 所以它是能够 2月有29天 然后我们的 它3月1号到3月2号 这边有两天 所以我全部加上来的时候呢 我有2加31加31 再加29再加2 所以我的答案是95 所以它总共有95天 所以它答案是95天 好 所以它答案是95天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OK 第三题 还有第四题 第三题 这一边呢 哎呀 第三题这一边呢 它是2011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19日 总共有几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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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哇 它用天的哦 所以2011年 然后5月1日到 呃 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5月大、31天 所以这一边它有31天 然后5月之后 它就有6月7、8、9、10、11、12月 然后6月30、31、31 然后在这一边它这个是呃 呃这一边是31哦 31、31、31、30、31、31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有30的1233个30乘3 再加上3112344个31乘4 所以我们总共会是等于214天 所以在这一边它是214天 214天 然后我原本还在想啊 我的那一个2012年啊 我就要呃 那一个2012年啊 我就要在那边 1月几天、2月几天、3月几天 这样 我的心里想不用啊 我们2012年呢 它是属于论年 2012年2012除以4 所以它是5 它在这一边它能够被4整除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属于那一个论年 论年的情况之下呢 它一年有几天 平时是365 论年直接366天就可以啊 一整年366天啊 啊你不用沙沙在那边 一月几天、二月几天、三月几天 这样很长 你直接一年有366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2013年的时候 我们才来看 它的一月二、三、四、五 一月大 然后三月大 然后这个是30天 这个是28天 因为它是平年 所以我的31乘3加30 然后再加28 所以它是151天 这一边是151天 这个是151天 然后它的6月1号到6月19号 所以它在这一边 6月1号到6月19号的话呢 那这一边有19天 所以总共呢 它就31加214 然后再加366 再加151 再加19 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781天 所以它答案是781天 781天 好 好 来 最后我们看第四题这一边 OK 嗯 我们可以看哦 在这一边 这一题它比较特别 它2021年 然后 9月24号到9月31号 9月30天而已 它总共有几天 30-24加1 然后它是7天 OK 所以它这一边是7天 然后 10月 我们知道10月有几天 10月大嘛 10月有31天 然后11月有几天 11月有30天 将这一边加上来 就已经是很接近85天了 这一个我这一个30加3 1加7 这一边就已经有68天了 到这边为止是68天了 这一边是68天 然后 我的那个85 减掉68的话呢 它这一边总共有几天 十几天 所以它在17天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 12月1号到 17号 17号 总共有17天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在7号 7加3 1加30 再加17的时候 它答案是85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能够知道 它的答案呢 是 那一个 2021年 然后 12月 11日 2021年 12月17日 就是这样而已 好 这样就 就 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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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